歡迎收看東京走著喬,我是維恩 本系列的影片要來簡介東京的各個區域 介紹他們的位置、特色以及推薦的美食等等 本集要介紹的區域是清晨白河 清晨白河是東京近年來,逐漸變得熱門的區域 它的特色在於,這裡保有了昔日的傳統漁運 例如老商店街以及日式庭園 但同時又發展了許多現代的特色 例如東京現代美術館 以及一直在增加的各種時髦咖啡廳 包含了全日本第一家的Blue Bottle藍瓶咖啡 清晨白河的地名是來自於本區的兩個丁的名字 清晨以及白河 會在東京都的江東區 經過的交通路線有都營的大江戶線 以及東京地下鐵的半藏門線 清晨庭園與濱離宮恩賜庭園 小石川後樂園等等 被列為東京九大庭園之一 它是日式庭園中經典的回遊式庭園 也就是以園宮池為中心 回遊於步道之間漫步賞景 再加上甲山、橋、涼亭等等造景 清晨庭園就會在距離車站走路五分鐘的地方 而且腹地不大 周邊又有其他的景點 很適合安排進去行程當中 江東區深川江戶資料館 等比例重現了江戶時代 末期的東京市街風貌 為展示當時人們的生活 連居住的房子、日常使用的用品 都仔細復原重現 資料館的燈光 也會依據一天不同的時段變化 很適合對歷史有興趣 或者有帶小朋友來玩的家庭 在清晨庭園旁 有一條深川資料通商店街 同時也是深川江戶資料館的所在地 是一處充滿夏丁風情的商店街 有歷史悠久的雜貨店 二手書店 當地著名的深川府飯 要來吃知名的餐廳 深川素 深川飯的來源就是 在江戶時代來自深川的漁夫 在他工作空檔的時候 用大蔥 然後還有蛤蜊做了一個蓋飯 就有點像今天的便當喔 現代的日本雜貨 特色蜂蜜專賣店等等 前面介紹了幾個東京傳統的美 接下來介紹清晨白河融合了現代的東京特色 首先是東京都現代美術館 距離清晨白河站走路約11分鐘 於2019年3月整修後重新開幕 是日本規模最大的現代藝術美術館 除了美術品之外 建築物本身也是吸引人的景點 清晨白河在近幾年吹起一股文青風潮 也許是受到2015年 日本的第一家Blue Bottle 在此插旗的影響 這家Blue Bottle也在2019年10月翻修 成為了清晨白河旗艦店 增加了座位以及限定餐點等 不管有沒有來過 疫情過後都值得一訪 除此之外 還有來自紐西蘭的Old Press Espresso 這幾年熱門到擴大店面的Iki Espresso等等 清晨白河整個區域 就緊鄰著東京有名的魚田川 這裡的河岸邊有行人步道 可以看到魚田川、行駛而過的船以及夕陽 步道旁也有設置座位 可以外帶咖啡坐在這裡 和夕陽聊天 也有不少當地人會在這裡跑步 除了剛剛介紹過的深川宿之外 這裡還有一家以賣歌膨 以及小料理為主的日本料理店 Miyako 介紹給大家 那我們下集見囉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集見 ada 請問 我在我們 在新宿之外 自己找入 在新宿最新的年輕人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